歡迎回到健康日記 那我們在這一節當中 我們要告訴大家 第二個健康筆記本 就是吃零食不吃正餐 可能會引發哪一種疾病 一帕金森是症 二不孕症 三內分泌失調 那我們先來問一下 現場的這個觀眾朋友 阿姐你覺得是哪一個 我覺得是一 一帕金森是症 因為我媽小時候跟我講說 常吃零食會變笨 會變笨 我覺得吃完零食會很想睡覺 然後會不會引起一些老人痴呆之類的 你覺得是會引起腦部 因為想睡覺 然後可能是跟腦部這些 對對對 這是我的猜測 猜測 韓欣你覺得呢 我覺得是不孕症 第二個 因為其實現在零食 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用什麼東西做 那有些人都是把零食取代正餐 那久了你的身體可能不是很適應 那有可能像女生 最直接就是可能月經會很亂 你月經亂久了 那你有可能就是不孕症的狀況就會找上門 所以你覺得是這個 嗯哼 那秀丁呢 我覺得是內分泌失調 內分泌失調怎麼說 因為我覺得零食都是 就是像剛剛說的澱粉 對 那他們都是很偏某一個的 熱量那邊 能量那裡 所以就會覺得吃久了是不是就營養不良 不均 然後就導致例如說MZ亂了 對 你自己有MZ亂嗎 不是是我朋友 喔你朋友 是是是 每個人都說朋友 他就是很常吃巧克力 他也很常吃巧克力 然後他就有一陣子就是每天都吃 因為又有就是 人家不是說MZ來要多吃巧克力 比較不會痛嗎 對 對 然後他就一直吃一直吃 然後結果他就整個就不來了 喔 對 然後他就還因此去調中 就是看中醫調 喔調精這樣子 是 欸 陳醫師 正確答案是什麼 臨時吃太多真的會引發內分泌失調 是 那內分泌失調這一部分的話 它是直接的 因為我們吃的就是澱粉類的東西為主 油的東西比較多一點 所以我們整個內分泌會因為這樣子的失調 而且這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吃的如果吃的東西說 甜粉或碳水化合物的東西 是來自於真正的糖 或者是來自於真正的原始的 我們所知道的那個澱粉類的來源的話 比如說馬鈴薯或者是地瓜的話 那還OK 我們怕的它不是 它是原始的東西 就是這樣子 比如說它是高果糖 那高果糖它的副作用其實是很多的 跟一般的糖不一樣 那差在哪裡 一般的糖你吃完之後 它反而會有復活會回來到腦部 告訴我們身體說 我要產一些受精下來 叫Leptin 它反而會讓我們再瘦下來 這是正常的糖會做的 然後給我們一個飽足感 可是高果糖 它不會給你飽足感 它也不會產生受精下來 再讓你再瘦下來 它都不會 它就直接會轉換成所謂的三酸甘油脂 所以加的糖或加的成分是不一樣 直接就會影響到我們內分泌 是 所以像剛剛秀丁講的 他的那個朋友吃巧克力吃多了 就真的會MC亂掉 有些真的會啊 因為你根本在吃那個巧克力的時候 你得的那個營養是不夠的 比如說你缺乏了那個 我們剛才所說的礦物質 你缺乏了鐵 那你鐵缺乏了之後 你會貧血 貧血之後你身體就會覺得說 我身體已經欠血了 我為什麼還要再流血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 再來流血的一個動作 是 原來這個零食 也有這麼可怕的一個影響 不知道說富哥 你自己身邊周遭 有這種愛吃零食的情況嗎 我如果這樣講 那可能我會這個吐槽了主持人 你這樣眼神一直在看我 好啦 我允許你可以把我的秘密說出來 因為我 你上一次去韓國 不是買了一堆零食回來嗎 對 我還有拍照 讓大家分享 是 但是話說回來 其實吃零食 在在澳洲 還有在西班牙 曾經有過不同的研究 但是他們的研究的結果 都有一個到最後的結論 就是說 其實吃多了零食 有可能會造成這個憂鬱症的產生 那他的這個研究作者 他就提到說 其實為什麼會造成憂鬱症 因為一開始吃零食 大家會覺得蠻愉悅 蠻愉悅的 對 吃這個零食蠻好的 蠻舒服的 但是到最後呢 他如果不吃零食了 就會那種會焦躁不安 然後如果長期焦躁不安 他就會覺得 負相的情緒就會產生出來 所以說還是少吃零食為藥 是 所以我要小心 我那個憂鬱症要發了 陳醫師真的是 確實是有這樣子的一個研究 其實我們用很簡單的方式來想的話 其實我們吃了糖類的東西 我們都會感覺很有心快感的感覺 心跳會快 頭腦感覺好像不清楚 可是那都是很短暫的 對 過了之後 其實反而你會發現你的情緒會盪下來 尤其你會想說我剛剛吃了那麼多熱量 我到底要怎麼運動 怎麼把他給消耗完 開始有人會焦慮出現了 所以其實他只是一個短暫的讓你做一個情緒上的疏解 有些人是本身他就是有心理上面的一個問題 比如說他憂鬱或情緒不好的時候 他就想要去吃甜的東西 讓他自己比較好一點 那我聽到有一個說法就是 零食吃多了會得癌症嗎 零食吃多了會不會得癌症的話 就看你東西裡面加的是什麼東西 對 剛才所說的 因為我們在食品裡面 他可以有合法的添加物 還有不合法的添加物 所以我們根本不知道 他裡面添加的是什麼東西 或他標靶的是不是他所說的 但是有些零食 他為了他邁向要好一點 所以他就會去加一些顏色色素 那顏色色素像五號色素 已經證明他就是會致癌的這些東西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所以你要去買飲食 零食的時候 如果他的顏色可以是原本的顏色 那是最好的 可是你要去買那種顏色很鮮豔的 那你就要很特別去注意一下 這個色素會不會導致你未來的一些問題 所以會不會導致癌症 就看他東西有沒有加那些 致癌物品在裡面 是 所以提到這個 另外我還有看到有一個叫做 甜食綜合症 副歌這個是什麼 這是一個新的名詞 所謂甜食綜合症 其實他就是說吃了太多的甜食 然後影響剛剛醫師所提到的 這個影響個人的內分泌系統 然後這些內分泌系統就會因此而紊亂 紊亂以後就會好像體內的酸就比較高 酸性物質就比較高 然後到最後你的各種機能就當下來 就不好了 是 其實零食畢竟不能夠取代正餐 那我們如何改掉這個愛吃零食的習慣呢 我們廣告之後告訴您